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一位 江老师 高一的班老师 也就是江老师 江老师是谁呢 江子兴老师在培南读中已经待了十年 从初处茅庐的新手老师 到经验丰富的资深老师 他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提升自己 遇到难题 从不放弃寻找答案 从不吝啬将自己的知识 传递给其他人 也经常不耻下问 一切的一切 都只为了让自己的学生 顺利跨过一片又一片知识的海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培保培南读中的 江子兴老师 今年是我在培南任教的第十年 我是老师教师 同时在培南这一边 又有担任行政工作 目前是这个图事馆主任 宣教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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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其实最主要当初大学念的时候 我也是选中一次 当时候是想说毕业以后考媒体这一块 还是说我要进入这个教育界 可是后来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中国念大师的时候 我接到了来自我女校的电话 那我毕业以后 我没有兴趣要回去担老师 那本来是还摇摆不定 然后后来就想说 因为是女校 我当下就大学 那毕业以后回去 就直接投入了教师的同学 您当教师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酸甜苦辣都会有 不管是可能是跟学生的一个互动 还是跟家长的互动 或者是同时间的这些互动 当然最大的情绪波动 还是来自于学生的身上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一些表现 其实就很直接的影响 老师教师的一种情绪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应该也是 毅力蛮好的一群 因为你看像老师 我们的确都会有面对一些 很低话的学生 然后可能也会碰到一些 比较顽皮的学生 这一群同学 他们都会在一个班级里面 所以可能在教师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比较调皮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当下可能会很生气 但是也会尽量 就是让自己的情绪 不要在学生面前 爆发开来 当然开心的时刻也很多 比方说 学生他们跑到好生气 然后他们会来跟你报告 就那一课 就会觉得说 原来学生还是会记得你 还是会感谢你 对他的指导 有没有哪位学生 让您印象深刻 做了这么久 老师其实当然当中 都会遇到 带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同学 比方说 那时候我进来陪南 然后我在 我是2013年结婚 我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刻意地 跟我的学生讲 到我发请柬给同事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教的 那个班级的学生知道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他们在我喜酒的那一天 他们就是特地去到 酒楼那一边 然后把他们折的 那一整罐幸运星星 这样子 然后送给我 然后里面也有他们 留下的一些祝福 怀孕的时候 然后学生们才会 送我宝宝的衣服 像几个东西 就觉得至少他们心中有我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 这个教学路上 我觉得是带给我自己 很大的一个感动跟冲击 也觉得说 原来我的付出学生是看得到 其实印象深刻的学生 有很多 你说可能比较接近的 可能就是去年代的 那一批学生刚毕业的 你说像当谈念雨 行政经 关顺民 建中还有比方说 有乐 就是有小时 他们这些就是 我在指导辩论 还有联想比赛的时候 一起成长 我觉得 是他们丰富了 我的整个教学心 记忆中江老师 是怎样的老师呢 他是那种比较 认真教书的 然后就对我们有耐心 他会很乐意地去帮助我们 然后他是一个 比较科学型的老师 他不会那么发脾气 比较温柔 然后比较有耐心 最重要的是 我比较喜欢江老师的声音 因为江老师声音 真的是很好听 声音就是可以很嘹亮 然后很清晰 可以让人家明白 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有没有发生一些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最印象深刻 应该是在 义卖会的时候吧 因为那时候我的班 几次连续两年 在义卖会都是 做鬼舞的 然后他很支持我们 做鬼舞 但是就 不敢庆我们的鬼舞 他这样子会认识 我们觉得自己 做得蛮成功的吧 江老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未来有什么影响 就是影响很大 因为本身 我现在的工作 刚才是一个 小学的华文老师 本身就是 会对于老师 教育的期待 然后老师影响了 本身就是 让我的华文 非常好 也是非常棒 然后也是在 考试生意当中 得到不错的佳击 因为他是我的中文老师 其实在中文那一方面 也影响会很大 因为现在我做的工作 其实大多数都是 利用英文多过中文的 其实最大影响的 就是他 怎样教导我们 待人求是 在比赛的时候 江老师是如何 指导你的 就比较放松 不会像其他方面 就好像一直要 不索 我们这样子 就是比较 本身也参加过 辩论 演讲 四个朗诵 相声 最后一年 那时要毕业的时候 参加一个 看雨桥的比赛 老师教导我们 就是比较温柔 比较让我们 自由发挥 不会去 约束我们 所要展示的 一些才艺 你认为 最舒服的 师生关系 是怎样的 我会比较偏向 我既是他们的老师 同时 我也是他们的朋友 我自己会比较 庆幸 就是说 他们也有一些 会比较 跟我 去聊 他们的一些 心事啊 或者是说 他们有什么烦恼 他们也会 愿意跟我倾诉 当他们愿意 来跟我谈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至少他们是 信任我 时隔多年 再见到江老师 感觉如何 感觉老师都好像 没有什么 太多的变化了 还是同样的 那么温柔 非常用心 因为我现在也是 在平安工作 和江老师 就是比较 有多一点接触 所以还是 能够看到她是 都是非常用心 在教导同事 当您知道她 回来当导师后 您有什么感受呢 她回来当教师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 就是以前我的学生 然后现在 回来是我的同事 就至少还是有成功 影响到 教父的学生 她愿意投入 比较努力 过了那么多年 江老师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她对待同事 和对待学生 也是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我刚来在教学上 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时不时会去找她 去跟她聊一聊 她又再次成为我的老师 再教我怎么当一个 更好的老师 我觉得她还是一样 就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对学生也好 对同事也好 江老师对你来说 是怎样的存在 也算是我的中国 唯一的华文老师的 其名之一咯 就是 射你很甜美 很温柔 然后很nice的华语老师咯 我学习的大量 无论学生怎么对待 他 他都是 不会发脾气 也不会就是 放弃我们 也不会就是说 每次上课都是 脸黑的 都还是 带着微笑 我觉得这个是 最难做的 你有什么话想对 江老师说的吗 祝老师新春美丽 然后身体健康 又黄白色 希望老师透利满厉强 希望江老师可以 渐渐看看 然后 事业也是很顺利这样子 希望他可以坚持 继续他的这个职业生涯 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